若坠高家的湖南人丁丽 13年来踏实地赚钱养家 对妻子疼爱有家 对岳父母毕恭毕敬 最近他却陷入窘境 不仅被岳父一家赶出家门 还挨了岳父一顿打 连续几天都在外面过夜 这样有家难回的生活 令丁丽身心疲惫 原本和慕容恰的家庭为何突起风波 丁丽与妻子一家又有怎样的矛盾呢 本期真情调研为您解读背后的故事 说起最近的遭遇 丁丽一脸苦恼 据他讲述 岳父母不仅强行断他家的水电 还把锁心也换了 为了进入家门 丁丽只能暴力开锁 说着丁丽拿出手机 翻出了已网路的视频 上次撬门进屋后 他要出门上班 却被妻子和岳父强行拦住 为此他和岳父大打出手 导致自身多处受伤 好好的一家人 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呢 他的弟弟丁全说出了原由 只因哥哥是上门女婿 不受待见 2006年 丁丽入坠高家 刚开始的几年 岳父岳母带他如亲儿子一般 夫妻感情也不错 一家人其乐融融 然而 最近高家人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隔三差五过来闹腾 于是造成了丁丽如今的禁定 对于高家人这样做的原因 丁丽也很纳闷 为了讨不说法 他拨通了妻子高原的电话 高原在电话中态度冷漠 语气决绝 他表示已经提出离婚上诉 丁丽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立即赶到妻子家当面相谈 丁丽的岳母王凤说 之所以断水断电 是因为女婿和女儿之间有了矛盾 高家想让丁丽从大房子 搬到小房子来居住 夫妻俩究竟闹了什么矛盾呢 王凤埋怨到 丁丽的时间除了工作 基本都花在打牌上 书多赢少 有时要打到凌晨才回家 在家的时间很少 对此丁丽却说 只是休息时打牌娱乐一下而已 王凤还说 丁丽在结婚的13年时间里 很少为家庭付出 总共才为家里提供开支4万余元 大部分开支都是女儿挣的钱 他认为丁丽没有尽到对家庭的责任 其实女儿几年前就想离婚 只是为了孩子才没提出来 对此说法 丁全不赞同 他认为这是由于哥哥出了车祸 能力下降 才会导致收入降低 原来 2010年9月30日 丁丽乘坐岳父的摩托车发生了车祸 她颅骨受损 昏迷了整整一个月 手术后 在高家人的精心照料下 逐渐康复 车祸前 丁丽是插车司机 一个月工资有四五千 车祸后 她一个月工资只有两千多 丁全认为 高家在车祸后就翻脸不认人 是想把哥哥扫地出门 随后他们又谈到了 房子征收的事情 当年高家房子征收 丁丽与高原金没人介绍 很快就结婚了 结婚后的几年 感情一直很好 为何如今闹到离婚的地步呢 丁丽认为 车祸是主要原因 这次事故导致她妻急伤残 头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如今诱饵失聪 反应也变得迟钝 次要原因 则是妻子的出轨 丁全拿出了一组 关于高原的照片 这是2018年 丁丽在妻子的QQ相册发现的 照片中 妻子与一男子亲密合影 早就知道此事的丁丽 为了孩子 保持了沉默 直到现在才对家人提起 另外 家里多出的一束花 更加引起了她的怀疑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 记者采访了周围的邻居 据邻居讲述 丁丽老师敦厚 政治可靠 刚来高家的几年 高家人对她像亲儿子一样 她与高原的感情也很好 然而这一切都被那场车祸 彻底改变了 邻居还说 高原本来也是一个朴实的人 只是近几年受到别人的诱惑 心态发生了转变 才有了离婚的念头 事情真如邻居们所言吗 高原对这件事会做何解释呢 丁丽拿出照片和高原对峙 高原冷静地说道 照片是她花钱请人合成的 里面的男人根本不存在 故意让丈夫看见是为了刺激她 从而达成离婚的目的 高原还大涂苦水 丁丽住院后 她不遗余力地照顾丈夫 在工作地和医院之间来回奔波 独自承担着生活的重压 丁丽康复后 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 不思进取 经常打牌消磨时光 这让她看不到在一起生活的希望 再加上当初两人凤子成婚 没有多少感情 她们分房税已有六年时间 表面上是一对夫妻 其实早已貌合审理 她早就想和丁丽离婚 只是在父亲的多次劝说下 才没有正式提出来 事到如今 高家人支持高原与丁丽离婚 那么丁家人以及丁丽有怎样的看法呢 丁全讲述道 2006年高家要征收 急需一个上门女婿 当时哥哥到了结婚的年纪 在没人的牵线搭桥下 认识了高原 并很快领政解了婚 丁丽拿出了曾经在公司的公牌 那时的她插车技术一流 在插车比赛中勇夺第一 还获得了一万块钱的奖金 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谈到这些难忘的往事 丁丽言语中充满自豪 然而那场车祸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 不仅身体状态大不如前 心态也变得极不稳定 曾经自信的她变得自卑 害怕被人笑话 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出门 没有能力为家庭付出更多 她的内心十分愧疚 丁丽的钱包里有一张一家三口的合照 尽管是十多年前的老照片 但她一直随身携带 与妻子刚结婚的那几年 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然而如今这段婚姻已经支离破碎 不禁让她感慨万千 丁丽始终割守不下这段感情 也放不下孩子 她表示 只要妻子愿意继续婚姻 自己可以忘记过去的一切 目前需要能和妻子再好好商谈一次 这段瀕临破碎的婚姻 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呢 次日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调解员 邹美红前来调解此事 高原的态度依然十分决绝 她认为自己与丁丽的感情已经破裂 坚决要求离婚 王凤安慰丁丽 离婚后还是会把她当亲人看待 并不会一拍两散 丁丽拿出了那组照片 邹美红看到照片后 直接开始对丁丽进行单方面劝解 邹美红认为 两人的婚姻是建立在房子征收的基础上 本就缺乏稳固的感情基础 车祸发生后 丁丽失去了对生活和事业的上进心 这让高原对她感到失望 两人的矛盾由小便大 由轻便重 高原已经彻底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再加上这组照片的出现 导致两人失去了信任 很难再修补感情的裂隙 她劝丁丽放宽心态 一别两宽 好聚好散 丁丽听完后 沉默了一阵 她表示愿意接受高原的离婚要求 这时 丁丽的岳父说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她提出 分给女婿车祸赔偿金15万 加上征收人头费3万 一共18万 外加一套85平米的房子 高原听后 强烈地表示反对 丁丽能接受这个方案吗 丁丽认为 车祸的主要责任在于岳父 如今自己前途黯淡 她要求加到25万 高家人认为 她的礼不饶人 愤然离去 丁丽不甘心 她追到门外 试图与岳父在做协商 然而高家人不愿多言 表示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看着高家人离去的背影 丁丽眉头紧锁 眼中充满了无奈 看到丁丽一脸惆怅 邹美红给出了建议 她劝丁丽振作起来 找回自信 自立自强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这段最终走向覆灭的婚姻 似乎在征收招叙时 就预示了结局 薄弱的感情基础 埋下了隐患 车祸带来巨大的转折 日积月累的矛盾 成了导火索 希望丁丽能够克服心魔 坦然接受现实 用勤劳创造想要的生活 也期望两人 能从这段失败的婚姻中 吸取教训 在下一段感情中 收获幸福 收获幸福